天南地北谈华语 韩式的字没有了吧? 有,但是实在少用,也就不提了 索性总结一下这个星期都谈了哪几个韩式的字吧? 好,先说是,姓氏的是,除了读作是,还有一个读音是之 汉代匈奴王后的称号为燕之 既然提到了知的读音,那么就顺道题读作第三声的纸 有纸张的纸带绞丝旁 你说,为什么纸带绞丝旁,又不是丝织品? 因为当时的纸主要是用卷丝类物品制成,和现在的纸不同 许上认为,纸是丝绪在水中经过打尽以后留下的薄片 这种薄片可能是最原始的纸 中国人养残,从残茧抽出残丝,做丝棉的技术纯熟 处理过程中反复垂打的技术,后来发展成造纸中的打浆 而中国古代为丝麻脱胶的技术,也给造纸中为植物纤维脱胶带来启示 现在的纸当然不是丝制的,是用植物纤维制成的薄片 你看,植物纤维,纤维也是角丝旁做部首 怪不得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学华语如果不学汉字,就等于没学到精髓 赞同 好,除了纸张的纸,还有带提手旁的纸,也含示 带提手旁的纸,表示侧击,拍 指掌,就是击掌,表示高兴 因此,指掌而谈,比喻极为欢恰的谈话 以氏做生旁,当然也有读作氏的字 那就是表示用舌头舔的氏 左边是舌头的舌,右边就是姓氏的氏 老牛氏读,老牛舔小牛,比喻父母疼爱子女 含氏的字,还有黄旗的旗,带草字头 黄旗是一种中药 而带氏字旁的也读旗,表示地神 神旗是天神与地神,泛指神明 黄昏的昏,上面也有氏 甲骨文昏,上面是一个人形,下面是日 太阳降到人手以下,表示黄昏时分 这个字,上面的人形,到了小传,而变为氏 结婚的婚,原来也写作黄昏的婚 因为在古代,新郎带着迎亲队伍 在黄昏时分到女家迎娶 是后来才衍生出带女字旁的婚 这说明了为什么结婚的婚,右边是婚暗的婚 而婚暗的婚,上面又为何有个事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K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